哇 屁股好痛 hello大家好 我是一鸣 你可不可以用海岩球填满一个房子 你们想看就可以啊 不过我们得留到下个视频再做了 因为7月13日奥运会不是要开始了吗 所以今天我打算通过视频的方式 来给我国家的奥运选手加油助威 大家应该都知道 跳水皇后五名霞吧 是这样子的 跳水冠军五名霞 大发起了一个类似于冰桶挑战的助力活动 我将在这里发起奥运助威挑战 驻中国奥运健二凯旋 我是伊登和一鸣探险家 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挑战接力下去 然后我就接受了这个挑战 因为我觉得能给国家助威是件很荣誉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奥运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喜欢什么运动啊 比如说我的话就有人喜欢 拳击 还有足球 但是我一直玩的很菜 也不算菜吧 说到底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有没有 天赋 所以我就在选有什么办法 让我变得跟奥运选手那么厉害 所以我选到了 这个水火箭 大家应该都看过 其他的视频保守 玩过这玩意吧 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 把当成水火箭太好了 我记得之前在国内外还挺火来的 学校的一些物理老师 也会带自己的学生 做这个东西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你们就知道 太恐怖了吧 看到没有 他会瞬间示范出像火箭一样的威力 而且他看起来也很像火箭 火松 于是接下来我就在写 这些水火箭运用在我们体育羡慕上面会怎么样 比如说我打算把四个火箭绑到我的腿上面 踢足球 飞出去的球是不是直接可以把人给撞飞 当然只是假设 实际上来就要我们自己来亲自做这个实验 我打算先把他们运用在全机胜美 这是我火松力一拳 接下来我们断上我们的火箭 这东西好重啊 此刻我们就以这个假人为目标 用火箭拳 来给它来一拳 这下到底威力有多大 我们开始吧 必杀技 啊 他裤子直接穿过去了 这个铁直接把它穿透了 威力好大 可以丝毫不划断的钱 我们穿上这个火箭拳 给人来一拳的话 真的可以做到 一拳就可以把人做飞那种效果 哇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把它穿在我的脚上 用足球来射门了 哈喽各位好大家好 我发现我们这边都没有足球场 所以有点晚上 顺便做了一个足球框 现在是有点简陋 但是免浅 能让我们完成这个实验了 现在我们就来装上我们的道具 来给这个球框 自米其 攻击挑战我打算 装上我们所有的火箭 这里一共有八个 八个火箭的力量 把这个球踢出去 肯定会爆发之后 超级击杀的力量 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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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皮膚好痛 好帅啊 我都飞起来了 不管是很危险了 所以说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摸泡 然后我也希望中国的奥运选手 能现有 神器在首院 在东京奥运会上面 代表我们国家取得好的成绩 同时也欢迎你们大家 存在弹幕或者评论区 多多艾特 你们喜欢的视频召喚者 参与挑战 召唤他们一起来 为奥运 祝国一下勇 我现在给大家示范 艾特 暴走大测评 你敢来挑战 一起为奥运作用